恢復原狀這件事 常常是房客跟房東之間 也有爭議的地方 因為恢復原狀 到底要恢復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損害到底是人為損害呢 還是自然使用之下的耗損 那我這邊的建議呢 第一個是 律師 我的房子租人了 租約到期前幾天 才突然跟我說他不租了 然後就直接搬走 也沒有跟我點交 結果我去收房子的時候 一看房子都髒得要命 真的吐血 我可不可以跟他求償啊 其實呢通常在我們一般的 這個房屋租賃契約裡面 都會約定說 這個房客返還房屋的時候 要負起恢復原狀的責任 那恢復原狀的意思就是說 要恢復到他原本 租房子的時候的狀態 那像您的問題 就是他把房子搞得非常髒亂 或者是說 牆壁上都有打洞什麼這些 如果你可以聯絡得上他的話 你就要聯絡他回來 幫你恢復原狀 但是通常這種狀況 就是房客跑了以後 人也不見了 聯絡不上他 那這種狀況呢 房東其實可以自己去修復 這個房子恢復他原本的狀況 那這個費用呢 可以從當初房客 給你的押金裡面去抵扣 如果是這樣 那以後我押金 就可以多收一點嗎 這樣是不是對我比較保障 一般來說呢 我們現在房子的租賃 通常房東收的押金 都是兩個月嘛 那如果你想要多收一點的話 其實不行喔 因為根據我們土地法的99條 他其實有特別規定說 這種房屋的押租金 就只能收兩個月 所以你也不能用其他的名目 說要跟房客多收錢 那恢復原狀是要恢復到什麼程度啊 我可以要求他全部幫我重新有期嗎 原則上要看你當初 怎麼跟房客約定的啦 如果你當初就跟房客約定說 你房子返還給我的時候 房子就要全部重新有期 那你當然可以這樣要求你的房客 可是原則上我們的回復原狀喔 是回復到一般使用狀況下 它應該會有什麼樣子 譬如說我這個房子如果已經租了10年了 油期當然會有點泛黃 或者是有點剝落的狀態 那這種狀況下你就不能要求說 房客還你一個全新的油期過的房子 又或者說我們在使用開關 因為開關常常按嘛 所以開關處常常會比較髒污 那這種狀況下你就不能要求房客說 一定要把它弄得乾乾淨淨 好像全新的房子一樣 這樣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舉例來說我自己之前有辦公室出租 然後我的房客就在他的房間上面打洞 因為我們當初簽了 其實就有要求他回復原狀嘛 我就跟他說你要把這個洞補回去 他用那個補土補回去以後 就沒有再油期 他跟我說沒有房東在要求房客油期的 可是現在問題是 這個打洞然後補土這個痕跡 並不是自然使用之下發生的 它是因為你打洞 所以才有這樣的狀況 自然使用狀況你不會打洞吧 所以我還是要求他 要把那個打洞的地方重新補上油期 但是就只能要求到這邊 不能因為說他在房間的其中一面牆打洞 你就要求他整面房間 都要幫你重新油期 這個就不是我們法律上面 所規定的回復原狀了 那其實在退租的時候 恢復原狀這件事 常常是房客跟房東之間有爭議的地方 因為恢復原狀到底要恢復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損害到底是人為損害呢 還是自然使用之下的耗損 房客跟房東常常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然後吵個沒完 那我這邊的建議呢 第一個是如果你是房東的話 你也不要期待人家說 住在裡面三年五年 然後整個房子好像沒使用過一樣 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真的居住在裡面 他一定會有些使用的痕跡嘛 牆壁一定會有刮痕 地板上面也可能會有撞傷等等的 只要他不是故意去損害的話 我覺得房東也不要那麼吹毛求疵 一定要人家把房子回復到新的一樣 只要恢復到你正常覺得在這樣使用狀況下 會是什麼樣子 這樣子就好了 那當然房客的部分呢 我之前在網路上爆料公司 有看到一個很誇張的案例 就是那個房東去收回他的房子的時候 發現他的房子真的超級髒 你光看那個照片都覺得 那個臭味從照片裡面飄出來 那照片我根本沒辦法看完 因為實在太噁心了 那如果是房東租到這樣的房客的話 真的哼倒楣 所以房客雖然你是租別人的房子 這個房子不是你自己的 但是你還是要盡到你的義務 盡量去維持房子的整潔啦 不要讓房東好好的一間房子租給你 結果拿回來的時候 整間好像下水道一樣 髒得亂七八糟 那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退租的時候 其實大家很常就 房子的狀況有爭執啦 譬如說我當初租給你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樣子 這個牆壁上面到底 是不是本來就有一個洞 這個地板是不是本來就翹起來 這瓦斯坡本來是不是壞的 等等的很多爭議 所以建議大家在把房子租給別人 或者是去租房子的時候 都記得要拍照 手機拍照很方便嘛 所以建議你跟房東房客 兩個人一起 就是把房子尋過一遍 然後把整個房子的狀況拍照起來 如果有錄影的話更好 證明說這個房子當初出租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狀況 避免退租的時候 會引發更多的糾紛 好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這支架 按一遍 從內地都幫你 蓋個房子